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大家好 我是赵丽萍 我就是研究刚才你们看的肠道菌群的 这是2005年和2010年我的两张照片 是不是差别很大呀 你们一定会说 你干了什么 把自己减了20公斤 那我可以告诉你 是因为我改变了我自己的肠道菌群 你看 有一些有害菌 数量下降 而一些有益菌 比如说 这样一种能够产生丁酸炎的抗炎的细菌 它从一开始用测序的方法检测不出来 到最后变成整个菌群的14.5%的量 那你可能会说 赵教授 恐怕是你先减了肥 然后这些细菌才变的 不是这些细菌变了 让你减肥的吧 的的确确呢 肠道菌群的研究 没有那么直接的了当 因为它很复杂 我们要从因果关系入手 拿到大量的科学证据 那么最早提出来说 肠道菌群可以引起衰老和慢性病 这个观点的 是1908年的诺贝尔奖获得者 梅奇尼科夫 他认为肠道里边的有一些有害菌 产生有毒有害的物质 可能会推动或者引发一些慢性病 加快衰老 中医呢 大家也知道 有一个很朴实的观念 叫做奋毒入血 百病风起 那就意味着 如果肠道里边有一些有害菌过度生长的话 它们通过产生一些有毒有害的生理活性物质 进入血液 可能真的能够推动母蟹疾病的发生和发展 那么这是一二年我们发表的一篇研究论文 我们在一个175公斤重的年轻人的肠道里 发现一种阴沟肠肝菌 条件致病菌 占到了总量的35% 我们给它经过营养干预 四周以后这个菌就基本检测不到 二十三周以后呢 它的体重下降了51.4公斤 然后它的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 全部回到正常的范围 那我们就怀疑这个细菌 是不是让它得病的原因呢 我们就把这个细菌分离出来 然后接种到了无菌动物的肠道里边 美国Jeff Gordon实验室 还有其他一些实验室 有大量的证据证明呢 无菌动物吃高热量的饲料是不会肥胖的 但是呢接种了我们发现的这样一个病菌以后 这个病菌可以长得非常的多 再吃高热量就出现了重度肥胖 脂肪肝 胰岛素抵抗等等 几乎人胖的时候出现的所有的问题 在小数里边都能用这一个细菌复制出来 这实际上是满足了鉴定传染病病原物的科赫法则 然后鉴定出来的第一个能够引起肥胖的人体肠道细菌 这样的细菌如果在我们的肠道里长得非常多的话 它就很有可能引发至少是加重一些慢性病 但是呢肠道菌群为代表的人体共生微生物 它并不是天生专门来让我们得病的 实际上呢绝大多数肠道菌群它们要么是有益的 要么是无害的 那么最早提出一个叫做超级生物体概念的 是1958年的诺贝尔奖获得者 叫George Liedberg 他认为呢我们人的身体里共生的微生物 和我们人的细胞一起构成了一个超级生物体 那么90%以上的细菌生活在我们的肠道里边 实际上你要看细胞数量的话 大概人体里边的每十个细胞 可能只有一个细胞是人的细胞 剩下的九个细胞都是微生物的细胞 如果你要是看基因的比例的话 我们从父母那里遗传来的 大概也就两万多个基因 可是我们的共生微生物后天 带到我们身体里边 终身和我们相伴的基因有多少呢 有几百万个 所以我有时候开玩笑说 如果看细胞比例的话 你只有十分之一是人 如果看基因比例的话呢 你只有百分之一是人 那么基因可以和环境互作 影响我们的生老病死 但是大家从今天开始一定要记住 使你从父母那里遗传来的基因 和你的共生微生物 从环境里带到你身体的基因 一起和环境互作影响你的生老病死 那么巴西热带雨林呢 沿着蜿蜒了几百公里的亚马逊河 河的两岸呢 是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 但是你只要把树砍掉 森林是不是就退化 而人的肠道呢 有几十米长 也是弯弯延延 里边呢 长满了各种各样的细菌 它的复杂程度 是一点也不压于巴西热带雨林的 但是呢 这里边有没有像大树一样的细菌 它在 热带雨林就在 它不在 热带雨林就退化 然后杂草重生 杂菌重生 开始让我们得病 就带着这个问题呢 我们去探求健康人的菌菌结构 应该是个什么样子 那么2015年我们发表了一篇文章 是和内蒙古农业大学 还有江南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我们三家一起合作 从全国二十个地区 采集了314个 18到35岁的健康年轻人的分别样品 这些人呢 来自于七个不同的民族 一半男一半女 一半是农村的 一半是城市的 我们把DNA提取出来 经过测序 然后呢 把数据分析以后 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这个里边呢 每一个点代表一个人 这两个点离得越近 说明这两个人的菌群结构越相似 离得越远呢 说明他们的菌群呢 越不像 不同的颜色的点 代表不同的民族 大家可以看出来 同一个民族的人呢 菌群结构是比较像的 但是不同的民族呢 他们的菌群结构是不一样的 差别还是比较明显的 但是很有意思的是 有一类叫做短链脂肪酸的 这个功能菌 在所有人的肚子里都有 而且把这些菌加在一起 平均占到了总量的一半左右 这就提示我们 这些菌是不是健康 而应该有的优势菌 什么是短链脂肪酸呢 它其实是 这个碳原子比较少的 一些这个有机酸 大家最熟悉的乙酸 就是我们醋里边的那个酸 就是一个典型的短链脂肪酸 所以乙酸 丁酸 冰酸 这些短链脂肪酸 有一些肠道菌群 在我们的肠道里 会大量地产生 实际上呢 就是说肠道里边的细菌 它需要能源 它才能够有效地生长 那么最好的能源是什么 就是由碳氢氧三种元素 组成的碳水化合物 那么我们的食物里边 有一类成分 叫膳食纤维 它其实就是 代表了一大类 结构非常多样化的 这个碳水化合物 这些碳水化合物的 共同的特点是 我们人的消化酶 根本就没办法消化吸收它 那么我们吃下去以后呢 好像对我们没什么用 但实际上呢 它作为优质能源 会被一些细菌 加以利用 产生能量来生长 然后用不完的那一部分能量呢 以短链脂肪酸的形式 释放出来 这些短链脂肪酸 反过来呢 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现在有大量的研究 发现呢 短链脂肪酸 可以为我们的 肠道上皮细胞 提供生长所需要的能量 可以减轻肠道的炎症 甚至能够调节我们食欲中枢 增加我们的饱腹感 等等等等 可以这么说 乙酸丁酸这样的短链脂肪酸 是我们人体必须的营养素 就和必须氨基酸一样 但是呢 必须氨基酸 人不能合成 食物里是有的 可是短链脂肪酸 人不能合成 食物里也没有 你只有吃了膳食纤维 养了这些短链脂肪酸产生菌 它才能给你产生你所需要的 这些必须的营养元素 因此呢 肠道菌群里边呢 短链脂肪酸产生菌 是最能体现人和细菌 共生关系的这样一个例子 非常有意思的是 现在有大量的研究表明 这个肥胖症 糖尿病人 结肠癌等等 很多的慢性病人 它的肠道菌群失调 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就是产生短链脂肪酸的菌 种类少 数量低 产生的短链脂肪酸也不够 那这个呢 是不是它发病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原因呢 那为什么这些病人的 短链脂肪酸产生菌 就会减少 我们看一下 两万多年以前的 古人类的粪面化石分析 表明呢 古代的人类 每天膳瘦鲜肉的摄入量 是200到400克 而我们现在发达国家和发达城市 北京上海的人 美国的人 平均一天 其实只能吃进去 15克的膳瘦鲜肉 而美国医学会推荐的 我们健康的人 应该摄入的量 也不过是30克 相当于我们祖先的 几十分之一 那这就说明什么呢 说明长期以来 几百万年以来呢 我们的肠道菌群 是在一个高三式纤维营养环境下 和我们人一起共进化的 只是在最近的几十年到一百年左右 我们的饮食结构发生变化 三式纤维大量的减少 那可能会造成 短链脂肪酸产生菌的减少 可能会引发很多的问题 那么针对这些研究呢 我们也分析了 比如说药食童原食品 中国的药食童原食品里面呢 是有很多的多糖的 它们也就是那些 我们人不能消化的 但是呢 可以让细菌发酵利用 产生短链脂肪酸的 其实也可以归为膳食纤维 那么我们呢 就把谷物类的种子 因为是富含各种不同的膳食纤维的 加上药食童原食品 再加上一些结构比较简单的 寡糖类的 可溶性的这个膳食纤维 一般人把它叫益生源 复配在一起 再提供人所需要的蛋白质啊 脂肪等等能量 等等这个营养呢 我们就构成了一个 既能给人提供营养 也能给重要的短链脂肪酸 提供他所需要的能源的 这样一个饮食结构 然后做了很多的临床研究 那么在肥胖糖尿病的领域里面呢 都取得了一些很好的效果 比如说 刚才提到的26岁175公斤重的 年轻人 他23周可以减掉51.4公斤 3岁92斤的一个小女孩 4个多月减了多少呢 减了30斤 然后呢14岁280斤重的男孩 430天 从140公斤减到73公斤 所有这个过程都是没有运动 只是通过营养来改变菌群 美国科学周刊呢 对我们的工作做过一个报道 所以大家感兴趣呢 可以去看看 今年的3月9号 我们在美国科学周刊 发表了一个用高膳食纤维干预菌群 来改善糖尿病的临床研究的论文 这个工作是怎么做呢 就是说我们把病人随即分成两组 其他控制都一样 但是呢处理组比对照组 每天要多摄入将近40克的 非常多样化的膳食纤维 经过三个月的干预发现 处理组比对照组的 就是随即对照实验 所以呢额外得到的这些疾病的改善 只能归因于多增加的这些膳食纤维 膳食纤维我们人有不能利用 怎么能够改善糖尿病呢 应该是通过改变菌群 所以我们就把同一个人干预前的 糖尿病的这个菌群 和干预后三个月可能改善了的菌群呢 移植到无菌动物里边 结果发现干预前的菌群 能够让小鼠血糖出现异常 干预后的菌群呢 小鼠的血糖不但不出现异常 反而会改善 那就说明膳食纤维引起了糖尿菌群的变化 而这种变化是和糖尿病的改善 是有因果关系的 那么我们呢 就用一些高吞量测序的方法 一共组装出来 141个这个高质量的基因组 它们里边这些菌呢 都能够产生短链子放酸 但是呢 在我们增加了多样化的膳食纤维之后呢 最后只有15个菌 真正地利用这些膳食纤维长起来 变成了优势菌 还有47个菌呢 不但没有长起来 就这些菌 不但它没有长起来 反而掉头向下 变少了 那另外剩下的菌呢 是没有变 非常有意思 这15个菌是产生乙酸和丁酸的有益菌 而那47个菌里边 有产生银朵的 有产生硫朵的 有产生硫化氢的 都是有害的代谢物 也更有产生引起炎症的 内毒素的这些细菌 所以呢 膳食纤维实际上是 扬起了一组 我们认为类似于大树的细菌 这组细菌长起来以后 就像树长满了折阴 形成阴暗超市的环境一样 喜欢阳光的杂草就长不起来了 而这一组细菌 被膳食纤维扬起来以后呢 它会产生酸 把肠道的整个环境酸化 然后呢 再加上抑菌作用 再加上静静排斥作用等等 它就能够让整个肠道的环境呢 压制有害菌 然后保持健康 那么这样的细菌的话呢 很显然 对我们每个人健康都非常的重要 这是我的小孙女 她的出生呢 给我们家带来了无尽的快乐 我们每一个家庭都希望 自己的新生儿 从一开始就是健康的 新生儿的肠道有个什么特点呢 它是微生物的天堂 里面营养很丰富 免疫系统还没有发育 然后呢 PH值也是中性的 所以是什么细菌先进去 什么细菌就会长成优势菌 如果是大树细菌先进去吧 树长起来了 然后有一些病菌杂菌进来呢 它除了锻炼我们的免疫系统 让我们的免疫系统 学会识别敌我呢 它不会翻起大浪 不会让孩子得病的 可是倒过来 如果是一些杂菌 甚至是有害菌先进去 长成了优势菌的话 这个身体 孩子身体就有很大的问题了 所以大家呢 就一定会很担心地问 那我们的孩子怎么能够 第一时间得到大树细菌呢 其实 大自然早已就安排 怀因的女性 在最后几个月 激素分泌等等 会发生变化 会让她的产道里边呢 分泌大量的糖原 然后把很多乳酸感菌呢 给养起来 所以孩子出生的时候 如果是顺产 从产道经过 她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上 全身就涂满了 这种大树细菌 口腔里也会接进去 另外一个呢 妈妈的乳汁里边 其实也是有这些大树细菌的 另外的话呢 每生母乳里边 有10到15克的 多样化的可溶性的膳食纤维 结构大概有200多种 随便什么大树细菌 估计都能够把它养起来 所以呢 这个自然分泌 母乳未养的孩子 肠道里边的有益菌 大概要占到70%到80% 有害菌一定要有 为什么呢 我们需要它们来锻炼我们的免疫系统 但是呢 它们只能是占少数 所以只要有大树细菌压着它们 那么孩子的身体呢 就是健康的 可能在座的爸爸会说 哦 原来大树细菌是妈妈提供给孩子的 那没我的什么事儿 但实际上呢 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内外 其实是有一个微生物的云 一对年轻的夫妇生活在一起 在一个碗里吃饭 一个床上睡觉 还要做一些爱情的游戏 一定会交流细菌的 所以呢 爸爸身体里的有益菌 会进入妈妈的身体 然后再交给孩子 因此呢 无论是人的基因 还是有益菌 都是父母双方共同提供给孩子的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父母双方 各给孩子提供的那一套基因呢 叫做血脉 要传下去 那我们共同努力 把有益菌传给孩子呢 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叫菌脉 血脉和菌脉都要延续下去 世代相传 才能保证我们孩子的健康 但可惜的是 现在至少有三大杀手 会割断一个家族 世世代代往下传的 保证健康的菌脉 第一个我们大家可能就能感觉到 就是泡妇产 这位Maria Gloria Dominique Bello 是我在罗格斯大学的一个系的同事 她是国际上研究不同生产方式 对新生儿肠道菌群影响的权威之一 他们就发现 顺产的孩子和泡妇产的孩子 肠道菌群是不一样的 那些大树细菌 在泡妇产的孩子肠道里是没有的 那怎么办呢 他们又另外做了一个实验 就是对于泡妇产的这个孩子呢 用纱布把妈妈的产道擦一下 然后在这孩子的全身涂抹 嘴里也涂一下 那么虽然你没有冲掉过 但是我把菌接给你 那么这样的孩子呢 它的肠道菌群 还是可以和顺产的孩子比较像的 另外呢就是要吃母乳 如果泡妇产还有机会吃母乳的话 那仍然可以补充大树细菌 是没有问题的 但可惜的是有很多孩子是既是泡妇产 又是奶瓶喂养 那么就让孩子失去了两次 获得大树细菌的机会 有大树细菌也失去了 大树细菌需要的营养的这个支持 第三个割断菌脉的 大家肯定能想得到 就是抗素素 这位Martin Blazer教授呢 是纽约大学医学部的教授 他写过一本书叫《消失的微生物》 这本书呢 现在也有中文版 它的很多研究就表明 新生的小鼠 哪怕你只用一次抗生素 它的肠脑菌群也会发生重大的变化 这样的肠脑菌群呢 会加重代谢综合征 有很多的问题 那么这里边呢就给大家一个提示 就是说抗生素有可能是非用不可的 如果非用不可的话 那注射可能对菌群的影响 比口服要小得多 那么现在就摆在大家面前呢 有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对吧 当一对夫妇准备生孩子的时候 你们要做很多决定 我现在呢给你们一个请求 就是代表大树细菌 给你们提出一个请求 就是当你们决定要不要抛肤产 要不要吃母乳 有时候孩子得了病 要不要用抗生素 怎么用抗生素的时候呢 请千千万万考虑一下 大树细菌的需要 对吧 拜托了 OK 谢谢 那么如果是成年人 我们肯定很想知道 我肚子里的大树细菌 到底是有没有有多少 是谁 对吧 我怎么把它养起来 那当然最理想的 就是用现在已经比较成熟的 高通量对DNA机型测序的手段呢 来识别每个人肚子里大树细菌 知道每一个细菌的营养需要 把每个细菌需要的膳食纤维提供给它 那么你就可以安然无忧 对吧 你的肚子里就有一个八七六代雨林 但是很可惜呢 现在这样的一个手段 还停留在实验世界的 在这样的一种手段 能够让我们做到个性化营养干预 能让每个人受益之前 大家可能很想知道那我怎么办 那我只能按照自己的体会和我们的研究呢 给大家提一些建议 第一个呢 就是要尽量地多吃一些多样化的膳食纤维 大家也想说 那简单 不就是吃菜吗 对不起 菜里边的百分之九十都是水 你吃了很多 蹭的都吃不下了 其实你并没有吃进去多少膳食纤维 按照我自己的研究和我个人的体会 我们每天的膳食纤维的摄入量 应该在六十克以上才行 而你现在可能一天只吃了十五克 那么怎么样才能够足量地供应膳食纤维呢 就是在植物的种子里边 所以我们要多吃粮食 但是呢 粮食的种子如果要是把它磨碎了 那么你会把里面的淀粉粒的结构给破坏 大量的淀粉释放出来 只要一煮熟或者蒸熟呢 它就和吃白糖是一样的 血糖生得很厉害 能量也很高 对吧 那怎么办呢 我告诉大家一个 我自己还有我们家人吃的办法 就是什么呢 把穀物的种子和豆类的种子呢 大概按照三比一混合 然后呢浸泡过夜 然后再把它蒸熟 蒸熟以后分成一小份一小份的冻在冰箱里 然后呢你早晨可以拿出一份来煮一下 然后再吃 这样一个完整的种子呢 所有的膳食纤维都在里面 而淀粉粒呢是包卖在里面的 尽管你咬得很碎 但是你永远赶不上抹面积打碎的程度 所以里面有很多淀粉粒 来不及接触你的消化酶 可能就到了下面 这样的话呢它不但不会生血糖 反而淀粉如果没有被吸收 再进入下面的肠道呢 也是一种膳食纤维 第二个呢大家可能常见的问题是 如果说是我的肚子里这种所谓的大树细菌不够的话 现在有很多益生菌产品 我能不能吃益生菌产品来补充大树细菌呢 这是最近一段时间呢 在我们生命科学领域里面最有名的杂志叫细胞 发表的两篇研究论文 这是以色列威斯曼研究所的一个工作 他们把以色列的一种叫做Bio25的一种益生菌的产品 用来做研究以后发现 这些菌的话呢 只能在个别人的肠道里有一定的定值 就是不能在所有人的肠道里稳定的定值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你去医院里有时候要吃抗生素的时候呢 医生会给你开一点益生菌 说可以帮助保护肠道菌 让肠道菌尽快恢复 但是呢他们用的这种益生菌产品 在抗生素食用过被受到破坏的肠道菌群 用了这个益生菌之后呢 结果反而恢复得更慢 所以这两篇论文发表以后呢 在这个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就是有一个观点认为益生菌没有用 但实际上呢 它只是它研究的那种益生菌产品没有用 那么要想要得到一个有用的益生菌的产品呢 首先菌种必须是安全的 比如说这是我们国家卫生部公布的 可用于食品的菌种名单 这个里面列的那一种一种的细菌呢 并不意味着这种细菌就是益生菌 至少它是安全的 所以首先要用比较安全的细菌呢 来做菌种 那么它的功效怎么样呢 实际上在2002年的时候 联合国聊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 请一批专家 专门写过一个 用于食品的益生菌的功效评价指南 它里面呢推荐了一系列的体外实验 动物实验和随机双门安慰机对照的临床实验 来对具体的一个个益生菌的菌种 和它混合起来形成的产品的功效进行评价 所以呢 一个好的益生菌的研究机构 或者是一个好的负责任的益生菌产品的生产厂家呢 他们应该就是在安全的菌种目录里选菌种 同时的话呢要按照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 提供的评价指南规定的内容呢 来进行共享评价 那你可能就要问了 我怎么知道现在市面上的这么多的益生菌产品 哪一种是这个比较靠谱的 那首先是要选择菌种 为什么说要选择菌种呢 比如说我们人是一个种 同一个种里面的人呢 我们之间的基因差别只有0.1% 我们和黑猩猩的基因差别呢 也只有1% 和小白鼠呢只有10% 但是你们知道不知道 同一种细菌里面的两个不同的细菌的菌株 它们的基因差别可以达到多少啊 可以达到30% 那就意味着都叫青春霜气感菌 这两个菌株呢 它们之间的遗传差别 可能三倍于人和小鼠的差别 那你想一想同一种的细菌能有一样的功能吗 不能的 所以呢 你要想选择益生菌产品 你一定要弄清楚 它是用哪一株细菌做的菌种 怎么去判断呢 其实细菌的名字呢 它是有一个这个命名的规律 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前边这个字是它的署名 后边这个字呢 是它的这个种名 最后还有一个编号 就是菌株的名字 所以你买这个益生菌产品的时候 你要看一下上面有没有列出菌种来 菌种的名字呢 后边有没有菌株编号 没有菌株编号 你实际上是没有办法追踪 关于这个细菌的所有相关的研究情况的 而这个刚才威斯曼研究所研究过 发现不是太靠谱的 那个Bio250这个产品呢 你看它的菌种目录里边 它列了11种细菌 一个菌株编号都没有 所以实际上不知道 11种什么细菌用来做的产品 那你更没办法知道 它是产乙酸的还是产丁酸的 是有没有做体外实验 有没有做过动物实验 有没有做过临床实验 有什么专利有什么论文 所有相关的东西 因为没有菌株编号 实际上是根本没办法追踪 这样的产品我建议大家先不要买 好吧 第二个问题就是一般来说呢 医生菌要活着喝下去 可能对你的帮助才是最大的 那么一般呢 它标的那个活菌树 是出厂时候的活菌树 那等到你喝的时候呢 已经是通过运输 通过储存 通过摆在货架上 最后等你买到家 再喝下去的时候 中间的时间可能很长 不断的菌会再死掉 到底你喝的时候 还剩下多少活菌 实际上是不清楚的 另外一个要命的问题是 有很多产品为了改善口味 加了很多很多的糖 这个呢其实就会抵消它的 有可能有的健康的作用 那这个问题我们怎么解决呢 我也给大家推荐一个小的窍门 就是你把它的产品买来 不要直接用 而是拿它做菌种去做酸奶 用这个医生菌产品作为种子 再加上牛奶培养出来的酸奶 第一呢里边的菌都是活的 而且量经过了放大 所以菌素 活菌素不用担心 第二糖也被消耗完了 所以呢你是可以吃它 至于说它有没有效果 对你好不好呢 那你要试吃一段时间才知道 对吧 这个 当然我们肯定就很关心 就是说我又吃膳食纤维 我又吃这个益生菌 过上一段时间 我是不是比以前更健康了 就在前天同样是细胞杂质 又发了一个重磅的 可以说爆炸性的论文 他们发现什么呢 如果一个动物 它因为有遗传缺陷 免疫出现一些问题 菌群不正常 就菌群已经失调了 你让它吃单一的可溶性的膳食纤维 比如说菊粉或者是DG果糖 六个月以后生肝癌 那这个问题呢 其实大家要用我们说的大树细菌的理论 来想一想是能想得通的 如果说树已经被砍光了 杂草葱生的一片地 你往里边施化肥 你往里边浇水 精心地培育的结果 可能是一个大毒草 是不是 所以如果一个人的菌群结构 已经严重失调 已经没有大树细菌了 你让它吃膳食纤维 特别是那些简单的 结构简单的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呢 很多病菌 杂菌有害菌也能用的 那么你可能会养出来一些 引起各种非常严重的疾病的菌 因此呢我们还是要小心 要在知道自己的菌群结构的前提下呢 然后又针对性地进行调整 这个呢随着研究的深入 随着技术的发展 我们应该给大家能够找到解决方案 你比如说 这是我们用我们的方法 改善菌群讲轻群众的人呢 他的粪便提取液里边的 致癌物质的活性 大家看一下 最上面呢是那些人的细胞 用粪便的提取液处理一下 后面是不是有个脱个尾巴像彗星一样 那就是这个细胞里边的DNA 被粪便提取液里边的致癌物质 给破坏了以后呢 放出来的变成了碎片 就是说如果你的粪便提取液里边 有能够让人的细胞的DNA 变成碎片的物质的话 它是有致癌作用的 所以一开始呢 这些人的粪便提取液的致癌活性呢 是比较高的 九周以后 是不是这些细胞基本保持正常 不会释放出破碎的DNA啊 是因为我们的严格的干预呢 让它的菌群变得比较好的 但是后面又过了14周 为什么致癌活性又回来了呢 是因为我们不再给它提供 马上就可以用的产品 而是让它自己回去 按照我说的先泡再蒸再煮去吃 结果估计没有多少人吃 然后致癌物质就又回来了 实际上现代科学是有很多的办法 来定量的科学的提供证据和数据 来帮助我们判断健康的 当然了这样的方法呢 太慢通量太低 最理想的是什么呀 是用高通量测序的手段 通过大数据 把所有的可能的菌群不一样的 健康人的数据呢都测出来 最后我们就形成一个 每个点代表一个人 绿颜色的代表健康的人 健康的人 虽然每个人的菌群和每个人都不一样 但它是在一个范围里面呢进行波动 所以你如果测量了足够多的健康的人的话 你可以把人的菌群的健康的参考值呢 可以测出来 它不像血压不像血糖 是一个高低的就两个素质 它实际上呢 是由所有已知的健康的人的菌群的差别 所占据的空间定义出来的这么一个范围 如果你拿来一个人的样本测了以后 用同样的方法测了以后 落在这个里边呢 这个人的菌群就是健康的 落在外边恐怕它就不健康 它和哪一些病人的菌群像 它可能要么已经是个病人 要么正在往那个方向走 所以呢建立起这样一个健康参照的维生物组数据库 才是我们从根本上解决 如何用肠道菌群为把点 来测量我们的健康 来判断任何一个干预措施 是不是帮助了我们的一个终极解决方案 但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呢 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2015年呢 我和美国夏威夷大学的美国科学院 还有呢 德国马浦海洋维生物研究所的所长之一呢 叫Niko Dublia 我们三个人在《自然》杂志上发了一个呼吁 就是希望全世界的科学家联合起来 用同样的方法来统一地测定 重要的样品的里边的维生物的组成 然后呢 我们才能够把数据整合到一起 才能够出现刚才所说的这样的一个 用于参照的健康的标准的数据库 那么今年的七月底呢 国际人类维生物联盟在爱尔兰开会的时候 做了一个决定 也就是说 我们希望在全球 对一百万健康的人的菌群进行测序 但是要用同一个方法 全世界各个主要的国家 把所有可能出现的 不同类型的健康的菌群呢 都测出来 然后把数据整合在一起 变成一个数据库 如果在座的 或者是听到这个视频的人 你觉得你是健康的 你想贡献你的体检数据 和你的大便样品 参加到这个数据库里边来的话 请扫这个二维码 我们以后会跟你联系 只要你符合纳入标准 我们就可以免费的 来测你的菌群 谢谢大家 希望大家菌群健康快乐长寿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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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鸣